为什么我们平时拍照的时候 总是觉得自己比平时更胖 如何设置我们的手机 让自己显得更瘦呢 第一个人物在画面中的位置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看现在 我把手机怼近一点 给娟娟拍一个大半身照 明显的觉得娟娟就变胖了 但是我退远一点拍个全身照 有没有觉得娟娟就变瘦了呢 所以人物在画面中拍的面积越大 越容易胖 人物在画面中的面积越小呢 就越容易瘦 第二个呢就是镜头的焦段 会影响我们人物的胖瘦 像我们的手机呢有多个镜头 它就代表着不同的焦距 在画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面呢 就是这些数字 它就代表了焦段 比如说一倍呢就是我们的广角镜头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我给娟娟拍一张照片 把娟娟放在这个下两格哈 这样的下两格刚刚放满 用一倍来拍一张 大家来看一下 对非常棒 好现在呢我退远一点 就可以用到两倍 还是保持这个这个感觉 给娟娟拍第二张 把娟娟的大小还是拍成一样的 注意看啊 好第二张 好现在呢我来再退一点 用到三点五倍啊 然后呢还是要退后 才能把娟娟框成刚才那么大 对吧 好这个时候我再来拍一张 好大家来对比一下 有没有发现一倍拍出来 娟娟是最瘦的 三点五倍拍出来是最胖的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长焦镜头更容易让人显胖 而广角镜头呢更容易让人显瘦 好第三个呢就是角度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拍娟娟正脸的角度呢 你就会觉得明显的脸要大一些 娟娟微微的转脸一点点 对我们看到四分之三脸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这个脸型就会小一些呢 当然身体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拍正面的这个身体呢 就会觉得人要胖一点 身体稍微测一点呢 娟娟来 对很好 你看身体稍微测一点呢 是不是也能够让我们更显瘦一些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拍照的时候就不要正面去这样去对着镜头 是最容易显胖的 要么身体测 要么脸要测 这是第三招 第四个呢就是要注意光线的角度 像现在太阳直直的照在娟娟的脸上 你看我们的影子就看得到 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典型的顺光位 是最容易显脸大的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我们往这边转一点点 来娟娟转 对对对 很好很好非常棒 大家看太阳就照到它四分之三的脸 还有四分之一在阴影里面 对对对 好我们通过测光位呢 就能够完美的拍出一个更小的一个脸型 大家来对比这两张照片 是不是这样的呢 当然这些呢都是我整个知识体系里面的 一个部分而已 如果大家对于摄影非常的感兴趣 想要深度细致的学到更多的知识呢 下方的小黄车链接 由我亲自录制 娟娟亲自出镜的这种摄影教学的课程 我们现在正在做活动 大家赶快去选购哦 好的我是崴比大叔 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